突然間從一個18歲的年紀 跳到這變成你的職業 有過這樣的一個不適應嗎 你每天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你要怎麼去調適在職棒的身處 你遇到挫折的時候你就 你會很神 對 那你要怎麼去找到這個熱情 對 你是為了什麼在打棒球 不管你今天好還是壞 你身體不好還是好 你就是要下場 教練排你就是下場 不好你就是下去了 請古靈講一下 靖凱有什麼樣的怪癖 他嗎 因為我們 他剛剛閒眼看你喔 你要好好講 要好好講一個還好 就是我們情勢是兩房一庭 對 我有時候要去客廳 可能要拿個東西 我在他房間門口 就感受到他房間的溫度 溫度 對 就是因為他很怕熱 那他都喜歡開的肥腸冷 像冷凍空那樣 好幸福啊 打野門 因為我本身是住在山上 很從小就習慣 我本身是怕熱 所以怕熱的人打同一絲 你看看 好像蠻違和的 你夏天會表現比較不好嗎 夏天也不會吧 還是要看狀況 據說古靈有一個嗜好 他很喜歡玩樂高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玩樂高的 應該是從 20年吧 20年 20年啊 那才沒多久 對 前年 因為有很長一段時間就是受傷 對 因為那你在二軍期 你真的也很無聊 是 那你就想要 找一個東西 來玩 對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離上樂高 那對於樂高你的研究到什麼樣的地步呢 也沒有什麼特別研究 但是我很喜歡他的成就感 因為他就是一步一步做 你拚完你就會獲得一個成就感 這似乎跟夾娃娃也是一曲同工 那以後將他疊個樂高角過天前去夾 曾經一個作品 你最多花多少天把這個樂高堆成 其實我在組都蠻快的 因為我想組一組 我就是 我除了吃飯 我就一直要一直組 然後組到晚這樣 那最高組過多高 還是說花了多少錢 一組樂高 曾經 笑成這樣應該是花了不少錢 錢的部分我就 不好說 不好說 但是感覺價值不菲 確實 那那組樂高 帶給你什麼成就感 長什麼樣子 它是一個鬼屋 鬼屋 對 它就是一個遊樂園鬼屋 那其實它蠻高 好像六十幾公分 還有收集別的東西嗎 那要養魚 養魚 海水魚還是淡水魚 淡水魚 淡水魚 哇 古靈的嗜好還蠻特別的 對對對 又喜歡樂高又養魚 那進凱油養什麼 或是收集什麼 那房間就很簡單 就很單調 沒有特別去收藏 但是據說你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給學弟的感覺是非常的嚴肅 然後很多學弟看到他會害怕 甚至有一次呢 在福利社前 一看到林靜凱過來之後 好像看到教官 看到鬼 阿阿阿阿阿鬼啊 陳正學長學弟這很嚴格嗎 嗯...其實現在 現在幾乎沒有了 幾乎算還好 我們以前那時候就比較 越來越還好 所以他是不怒而為 不怒而為 這是最高進去 因為那時候本身就比較不喜歡 就是會去主動跟人家講話 啊啊啊啊 然後補校的時候 又...那個臉就特別的臭 特別的... 特別的兇嘛 所以學弟感覺就很怕我 那照這樣講 通常這樣的人在學校都會被取綽號 我不知道啊 就是... 大哥嗎還是我嗎 快叫大哥大 大哥大 很硬話吧 那在球場上 兩個人也都經歷了三個賽季的持棒 那當然古靈的部分就是 2020...2021年 等於是投得非常的出色 然後速度也出來了 然後勝場數也有機會來挑戰10勝 對不對 局數也到了100局 你先談談就是 你自己在職棒這三年來 你的體會 因為我前幾年都在經歷一些... 受傷嘛 那... 我覺得球隊其實一直都有機會在等著我 那都是我自己沒有把握 對那... 主要還是... 高中銜接職棒的... 你的身體素質 因為...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 你要有好的身體素質 你才有辦法去應付... 職棒的賽季 甚至... 學習更多更細的技術 對... 對... 那當然也有很多人講說 欸...高中生啊 直接進職棒 雖然人數很多 但是... 感覺... 沒辦法立刻適應這樣的環境 你自己覺得呢 就是突然間... 從一個18歲的年紀跳到... 這變成你的職業 有過這樣的一個不適應嗎 我覺得主要是... 你要每... 你每天都在做... 同樣的事情 你要想辦法去... 去習慣這件事 因為有時候你會... 你真的會有疲勞...疲倦感 嗯...肯定 對...你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就... 你會很神 對...那... 你要怎麼去找到... 這個熱情 對...你是為了什麼 在打棒球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那... 你覺得經過三年之後 你有找到... 我其實一直都... 一直都... 因為我覺得他對我來說 是一個希望 對...那... 每個人都... 都想要去更大的舞台 那我覺得... 一定還有這個機會 對啊... 然後就是繼續能力這樣 哦... 去更大的舞台 展現自己 嗯... 那...靖凱呢? 你說這三年而已 對... 職棒三年的洗禮 因為你... 這個手臂的成績... 欸... 先請真功彈一下 呵呵... 就是你看到的林靖凱 這幾年的... 二壘的防守 你常常稱讚江坤宇 這樣不太對啦 你也要稱讚一下林靖凱 哈哈... 或者是稱讚他 好... 開玩笑... 林靖凱在二壘的防守 就您的觀察 聰明吧 除了本身技術之外 他知道... 打者習性啊 他派者嘛 他不是私自站在那邊 所以... 人家會覺得說 他怎麼會在那裡 一定有他背後 當然... 也許教練會給他一些資料啦 或者... 投手的配球啊 那打者習性 可是我覺得... 他會解讀比賽 就是... 一個... 會需要 而且他都具備 那我覺得... 最不容易的是... 他們兩個... 都是... 我覺得高中畢業生到職棒 最難的是... 你在高中是頂尖的 你到職棒 你可能是要從頭開始 那個... 心態調整是最難的 對... 那我覺得... 他們適應得很好 當然... 因為他們... 就是一個TOP的選手 可是他... 過程當中... 兩個人都在學習 那學習的過程不一樣 古靈可能還有一點破整 所以他要... 不斷的不斷的去克服 嗯... 靳凱就是... 他一直在進化 我覺得這次很棒 靳凱你同意真功說 你一直在進化 你在這三年學到一些什麼 嗯... 從第一年進來 上班機就有機會在一軍 然後那時候腳也受傷 哇... 那時候腳受傷 其實也算蠻嚴重的 對我來說 算打球也還最嚴重一次 嗯... 然後那時候我就整整一個月 就是穿鞋子 穿一個鞋子 就是完全不能動 是...哇... 穿一個月之後 就開始慢慢復健啊 真的很像... 像小贏的你知道嗎 嗯... 從走路開始學 是... 從走路然後慢慢跑 然後就是一直反覆的去做訓練 所以我覺得那... 在那段時間 對我自己也有所幫助吧 不管是心理 就是從... 應該是心理會幫助比較大 嗯... 從... 受傷到... 真的回來球場 嗯... 對我來說幫助蠻大的 然後... 回來之後又蠻多機會的 就整個下半季 其實幾乎都算在一軍 剛好那一年 嗯... 我們球隊都... 大家真的都是受傷潮 是... 然後那一年算... 自己也算打得不錯 所以第二年就... 開機就從一軍出發 可是... 第二年對我來說算比較... 又... 另外一種... 對... 對... 就是因為... 自己狀況有沒有那麼好 就是體格也比較大 從下去之後 又讓我重新學到就是... 你要怎麼去調適 在職棒的身處 因為... 在職棒就是每天都一直疏散 對... 不管你今天好還是壞 你身體不好還是好 你就是要下場 對... 教練排你就下場 不好你就下去了 所以這是比較難調適的吧 然後下去之後 因為讓我自己比較... 重新... 檢視自己 就是覺得... 我要從... 從新開始的感覺 我只告訴自己 再爛就這樣子 我要怎麼從爛... 再爬起來 這是最困難的 所以從下半季... 開始總冠軍賽到春訓 這樣一直不斷地去練... 不斷地去練... 才造就了我去年的成績 所以去年... 算是我自己順... 正好的一季 所以... 算比較巔峰 對...算不錯的一季 所以我覺得... 現在我的課題是要... 怎麼讓自己更... 穩定更... 更健康這樣子 怪不得學弟怕他 坦坎而談 感覺是像... 從教練的口中講出來的話 而且... 我覺得... 建凱就是一個... 場內... 我們剛剛講的 他場內... 然後場外他一直在努力 那我覺得很不容易 是... 因為我們兩個看太多了 日本也好 美國也好 下去就永遠再上不來 到了小聯盟啊... 到了俄軍 可是他知道他怎麼樣調整 我覺得這個太難了 對...真的... 聽到他們兩個故事 我相信啊... 未來你們是... 同屆這麼久的感情 然後現在在同一支職棒隊 肯定... 會有兩個人之間的約定 就是... 如何... 幫助球隊來創造一個王朝 好... 接下來就進入到我們的... 下一個單元 最後我們來談談... 五大經典時刻 也就是他們兩個... 覺得啊... 在職棒的賽場上... 最難對付的人是誰 首先來請教一下... 古靈... 你覺得在打者方面是誰 我覺得是... 林一拳之邁 林一拳 我來談 我來扛 為什麼這麼難對付 因為他... 不知道耶... 他打我一直都打很好 那... 其實我在丟的時候 我也是... 真的是想辦法... 想盡辦法去解決他 是解決他不是刪陣他 但... 有一點連這件事情都做不到 那... 要請真公提供你一些... 撇步嗎 是不是很全面啊 所以要投他真的很難 很難 可是他在現狀投人跑 對啊 那... 如果連林一拳也都投得這麼好的話 那真的... 富邦都打不到他的球 所以... 要看住林一拳 看起來... 要請他老婆出來才行 才能守得住林一拳啊 那接下來... 靖凱呢 我... 經典算... 古多吧 因為... 他的球路就是比較... 位移比較大吧 所以會比較不好去掌握 而且他的球比較晚去... 很晚才... 變化 變化 所以會比較難去掌握 而且他算是一個很聰明的投手 你不知道他... 在想什麼 可能我們想... 他都知道我們在想什麼 知道你要打什麼球 但因為他比較有經驗 對... 有些投手一定會比較... 聰明 是... 這樣說的倒是沒錯 而且他動作就很流暢 你以為很好打 其實不好打 對... 有些... 球速不快的投手其實並不好 就老江湖 然後這個頭給你打 沒錯... 好... 那古靈... 第二位... 讓你覺得很難纏的打者是誰呢 是... 陳俊秀 陳俊秀 對... 他就是頭腦很好 其實我在丟的時候 你會感覺... 他好像都知道你要丟什麼球 他很懂得去設定他的球 是... 也是經驗啦 跟練一拳一樣 對... 好像難對付目前兩位都是老... 老經驗的球 對... 那年輕的球員當中 有沒有你覺得比較難對付 年輕的話 他是... 李凱文 因為他就是... 全球好嘛 那... 他會一直去破壞你的球 然後... 去掌握你那顆死那顆 那靖凱 還有... 富邦羅莉 羅莉 因為他本身也高 對... 然後他那個... 紫砂 紫砂球 有... 算兩種 因為你知道這個角度來 是... 可以是好球 那這個角度來 又可以是壞球的 這種球是最難打的 是 所以他... 所以他又蠻高 他們差的都是老江湖 都是老江湖 對啊... 比較有經驗的 說到老江湖 我們這邊打枕要做出調整啊 你看看... 這張照片呢 是林靜凱 你自己拿著 然後告訴大家 你這個打擊的準備動作 是哪一個賽季 這是去年的 去年的賽季 去年的... 準備動作 可是... 我前年的打擊準備動作 不是這樣 好... 那你可以比劃一下 你前年是什麼樣 我前年就拿起來 就拿著而已 去年是... 就是放在監獄上 這種感覺 那這個打擊姿勢的改變 有受惠於什麼 有什麼人給你提點嗎 呃... 其實是去年春訓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跟... 就是大家都一起春訓 然後... 算結縣 結縣學長就是他... 我們結束的時候 他就會... 就是特打 然後他就會來... 就是... 提點啊 也不能說完全就是他 就是... 提點說有什麼方法 對我可能會有幫助 然後就從春訓開始 做這些動作 然後其實... 結縣啊 或是我們那時候都還跟 打擊家人 郁城家人 就是去... 互相討論 然後... 之後就是... 用這種方式去嘗試看看 對... 所以... 其實去年這種方式算... 不錯 那你覺得球棒放在上面 齁... 跟這個... 扛在肩膀上的差距 在哪裡... 哪一段... 其實放折的話 會感覺就是會... 你一直在... 等...等待球進來的感覺 就是你不... 就是會... 比較輕鬆的感覺 可是你在上面 你會一直... 一直準備... 一直準備... 會有時候會比較僵硬 突然不知道要... 哪個時段要收 因為有時候... 投手他也會去... 做... 節奏的上... 改變 對改變 所以... 我們也是... 還是會去做一些改變 好... 那剛才古靈也... 談了... 三位嘛 那... 還有兩位呢 你覺得... 比較難對付的打者是... 喔... 注意前說 喔... 因為他本身力量... 很大 你只要被他打到... 其實基本上... 球都非常強勁 甚至那種... 滾力球... 平肥球... 越強勁當然... 遇到... 那種傷害的... 能力就越大 所以... 七五在丟他的時候... 壓迫桿蠻重的 喔... OK... 那我想問說... 你現在速度最快已經可以到156 在未來的賽季當中... 你希望讓速度變得更快呢... 還是用什麼樣更有效率的方式... 來解決這些所謂的強打者 嗯... 應該是... 更穩定的 就是... 球不要差太多 OK... 其實他們就... 沒有那麼好判斷 就是把每一個球的位置都差... 不管什麼球種... 對... 都投在差不多的位置 因為基本上... 也很難在意要求速度... 但是很穩定... 而且穩定控球... 然後不要... 壞球看起來很好選... 嗯... 其實你說... 150到155... 當然我們覺得... 我好嗨喔... 但是... 如果你落差球的大... 我覺得... OK啦... 對... 沒錯... 就可以解決打者... 對... 所以你的曲球... 曲球... 是不是... 其實現在... 其實他... 我就是... 就是能控制他了... 因為之前就是... 變化球就是... 你其實沒辦法控制他... 就是... 補手配我... 球會丟到哪裡我都不知道這樣... 喔... 是喔... 就到這種地步啊... 有一點啦... 但是... 現在就至少就是... 我想要讓他去哪裡... 他就會去哪裡... 好... 這樣就差很多了... 對... 那靳凱呢... 還有哪些投手... 兄弟與正昌... 大家都怕他... 對... 真的... 就是他... 節奏很快啊... 然後他球也很快... 然後他的... 滑球吧... 那滑球... 就是... 位移滾其實真的都... 太大了... 而且... 就是... 更難去分辨... 他讓你沒有時間思考... 對... 因為那個球... 真的... 位移速度就是都很快... 然後你球又一直來... 對...球又一直來... 一碗泡麵... 他就三個出球速度... 對... 因為他很... 投手其實在很順的時候... 就是... 拿到球就是... 一直丟一直丟... 對... 他就是... 要一直跟你對決啦... 所以他就是... 對... 像節奏或是... 狀況不好的時候... 你會... 想要比較冷靜... 就是去... 慢慢思考... 可是當你重量正好的時候... 球來... 就像我們打的球來就打啊... 或是... 投手已經拿到球去想要丟的感覺... 是... 類似的... 那...接下來還有誰呢? 恩... 那個... 我對他其實印象很深刻... 就是... 其實我初登板... 就是第一拳... 恩... 然後... 就丟一顆球球... 他就直接把我打球來打... 那時候你的球球還沒練成嗎? 還是... 對啦... 但是那一顆其實... 並沒有失頭... 那一顆已經... 又不換壞球了... 那還不要打出去... 還是... 還是你的動作... 也沒有... 就真的算... 被猜到... 猜到... 所以當時打出去... 彈了球... 當時你應該很... 嚇到吧? 我嚇到啦... 因為初登板就嚇死了 那時候會不會覺得說... 哇... 這就是紙包嗎? 有一點... 歡迎... 歡迎來到... 歡迎來到... 歡迎來到中華紙包... 那靖凱呢? 恩... 那天的... 陳宇勳嘛... 因為他本身自己也會去... 變換他自己的節奏... 然後他的球路... 那球其實... 球質或是品質... 也算很好的投手... 然後變換球場率很多... 然後... 紙叉啦... 滑球... 其實... 感覺像... 搶得到的他都可以丟...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丟什麼球... 這種投手... 最難打... 對... 你要抓... 直的或是要抓慢的... 都不知道是... 要怎麼打... 對啊... 能夠投第九局一定有他... 對啊... 因為他丟起來又像在... 對啦... 就是他在玩打成... 不要說在棒球場上... 連在網路上都接不到... 鄉長的梗... 接不到他的招啊... 怎麼可能在棒球場上... 這麼讓... 容易讓你打呢... 是不是... 所以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到我們的... 村長... 還有金孫...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也謝謝曾公... 謝謝... 提供了很多專業的知識... 那如果... 您對接下來我們要訪問的來賓呢... 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你想要聽誰的訪問... 麻煩在下面留言... 同時呢...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還有按讚分享...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要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 再會囉... 掰掰... 你覺得還好啊... 很快耶... 好朋友喔... 我要走了... 我也怕... 不然你輸了... 戴起來... 我是林靜凱... 倒是古靈體力的總會... 我們下次見... 感想就是... 為什麼我在丟... 人家打那麼輕鬆... 啊...